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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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品质盛典并且获奖都是在情理之中 除了获奖 通过电视剧品质盛典 还可以了解关于周深的其他信息 周深在介绍主持人的采访的时候 透露三点非常关键的信息 一 关于专辑 周深之前就立过flag 今年要发第二张专辑 可是周深真的很忙 又要参与到创四的录制 又要参与各种活动 很怕这个flag立不住 但现在看来多虑了 周深在采访当中透露 他一直都在忙着录制专辑 虽然很忙 但是很高兴 这种状态说明周深对录制的专辑还是很有信心的 而且对录制的进度也很满意 否则他不会说他很高兴的 因此周深的第二张专辑很有可能会在今年发布 值得期待哦 二 关于跨界 周深已经不是第一次谈跨界了 因为跨界的话题还上过热搜 这次在电视剧品质盛典上再次谈到了这个话题 周深表达的意思与之前的基本一致 他认为跨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他也佩服那些跨界特别好的人 他希望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在这个机会到来之后 自己的能力可以支撑起这一次机会 总的来说呢 还是能力不够的时候 就不会轻易跨界 先把歌手做好 因此可能短时间内很难看到周深跨界咯 三 关于电视剧OST 周深一直认为 唱电视剧OST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其中一个原因是 他爸妈在看电视剧的时候 经常能够听到周深演唱的歌曲 听到周深学他爸妈说 人家一谈恋爱你就唱歌 人家一谈恋爱你就唱歌 除了好笑之外呢 也就能够理解周深的幸福感了 毕竟周深的歌声 可以被他爸妈听到 听歌如见人 而且呢 周深现唱的电视剧 很多都是热门电视剧 追剧的观众很多 周深爸妈身边的亲戚朋友 应该也很有机会 多多听到周深的歌曲 作为周深的爸妈 应该会非常骄傲吧 当这件事情 让人产生幸福感的时候 会非常愿意做这件事情的 因此 虽然周深在为专辑准备 已经很忙 但是应该还能够听到 很多他演唱的电视剧OST 通过这三点 能够看出来 又是值得期待的一年 专辑影视剧OST都不会少 周深的歌迷 以及粉丝有福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学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